这个这段影片的依旧是呢讲这个LAPRAS反转换的基本函数LAPRAS反转换的第3个example 前面两段影片呢这个已经不停的提醒了 这个LAPRAS反转换呢你必须先猜到那个函数呢 原来函数大概是长代替空间长什么样子 然后最后再下去做整理 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模一样这是HP方加四分之减2s加6 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呢 这个呢其实这个小小题目呢 其实可能大概只是想要表示说 这LAPRAS反转换的线性操作 大概就这样的小小概念而已 就两个东西再加在一起做LAPRAS反转换 先分开做LAPRAS反转换之后呢再加起来 原来的题目呢可以写成这样子 2s加上s边方加四分之六 那其实我是习惯呢 其实我是习惯 其实我觉得可能先把常数提出来 可能对初学载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 OK 先把常数提出来 OK 如果看到里面这个s函数没有常数的话 可以先把常数提出来 OK 所以原来这个题目呢 其实你就是要 其实你就是要做这个s平方加4s分之s的LAPRAS反转换是多少 另外一个是s平方加4分之1的LAPRAS反转换是多少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去想一个问题啊 谁的函数是哪一个函数吧 哪个函数是哪个函数的LAPRAS反转换呢 不是LAPRAS反转换 LAPRAS是转换 这些英文比较快啊 LAPRAS 那函数LAPRAS转换是 s平方加一个常数分之常数 常数 对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第二项呢 就是as平方加常数分之常数 然后谁拿一个函数是s平方加上常数分之s 你可以暂停一下影片稍微想一下 哪一個函數的Laplace Transformer是S比方加常數分之常數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第二項 哪一個函數的Laplace轉換是S比方加常數分之S 因為那個就是我們第一項啊 你可以去稍微的想一下 那如果你想通的呢就可以繼續往下看 你想不通的話你就先暂停一下想一下 可以想通的再按Play下去 OK 好的那其實呢這個 我畫個序線好了 其實呢 其實這個一個是正選一個是魚選嘛 不知道你們想到了這個東西呢 這個是 這個是Sign一個是Sign 然後呢另外一個是 Cos OK 等我們知道了之後呢 所以原來這兩個函數呢 我們就是繼續整理啦 第一個其實不太需要再解釋吧 這根本就是 cos2t啊 第二個比較稍微麻煩一點 這就是我們說過如果你去看一下正選函數的Laplace 轉換的公式呢你會發現呢這個呢 這個我們 保證這個我們分子呢 S比方加四分之一 這個應該是cos 保證是Sign函數 正選函數Laplace 轉換 轉換 那如果我們多一下公式的話它應該是S平方加二平方分之二 OK 但是我們這邊只有1 所以一樣 麻煩東西要出來 我們要測2除以2 然後這個2呢可以跟外面的6呢 2跟外面的6可以 做個處理會約掉 所以呢這個會變成 嗯 這個實在太可怕了 S平方加二平方分之二 所以呢會等於2倍cos2t加上3倍的s2t OK 這就是基本函數啦 Plus轉換頭三體啦 OK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揣摩一下 OK 老朋友反轉換不容易啦 但是呢 這個到後面呢 在解這個 微分放成四的時候呢 這個 就是沒辦法 你要把微分放 微分放成四的解 就是ode的解 線性ode的解解出來 這是最重要的一步 OK 好 第一 這個影片就到此告一段落啦 哎呀 煮到